第28題,層上題,徽庭想要進行止化反應,他應該找上述哪兩種反應物? 我們知道,止化反應的通勢是有基酸加醇產生質加水,我們的甲有OH,所以它是醇,我們剛剛寫過,它叫做所謂的丙醇 我們的乳,我們說它會有COOH,它是酸,它有兩個碳,所以叫乳酸,所以甲跟乳分別是純跟酸,所以他們可以進行止化反應 所以第28題問我們說,它應該找上述哪兩種反應物?我們答案選的是A,甲和乳